越语堂讲的是撒该 他是财主 感觉这个经文好像跟国语堂的 有点不适合 转到这个经文 想不到礼拜一 就那个Sherry Roy的女儿 发生这么大的意外 可能上帝也录这个经文 跟我们讲话 人生有很多风浪 在这里 在经文当中 回到那个经文里面 这个经文 里面很简单的故事 加利利海发生了一个风浪 当时耶稣的门徒 他们又坐船 从这一边到另外一边 耶稣很累了 可能就睡着了 耶稣常常讲道 所以就睡着 这个很自然 忽然之间有风浪 暴风 那这个是在加利利海 真实的事情 加利利海是很小的一个湖 但是呢 它的很著名的事情 就是它的风浪 常常忽然之间发生 几年以前我去这个以色列 就是你去以色列旅游的话呢 我们都有一定要一个 指定的行程 就是在加利利海 坐这个船 坐完了以后呢 就享受那个 Saint Peter's Fish 炸鱼 是否当年怎么样 这个炸鱼大概20块美金 但是呢 坐船的话呢 每个人坐 我们就是坐船 这个湖很小 OK 跟我们安 这个Ontario的差太远了 跟好像 Lake Simcoe 还小 不是很大的 但是坐到途中呢 忽然之间就风浪 真的好像当年这个故事 平常没有什么任何的 云啊 没有 在到湖中 下雨 有风浪 当然没有耶稣这个风浪这么厉害 只是下了一群 忽然之间 没有先照的 当年他们坐船 从一边到另外一边 忽然之间呢 大风浪 风浪来了以后呢 他们的船比较小 他们很害怕 哇水啊 走进来 啊 船要沉了 人上有很多风浪 我们这一代 能够要移民 从这里来 来到加拿大 都面对很多的风浪 有时风浪 突然之间打进来 好像我们打不住的 这个星期 我们教会的 可能有一些不知道了 我可以说一下 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 叫Roy 他的女儿叫Sherry 以前来教会的 最近两个月比较忙 他去年底 腿受伤了 也有一两个月没回来 就是因为上个星期天 去那个化学 Horshoe Valley 很多人都去过了 Horshoe Valley 化学 那个Snowboarding 结果呢 忽然之间呢 他就说 快要失去控制 要快要撞那个柱子上 他就什么动一下 结果呢 那个Snowboard 这个Snowboard 怎么说 雪板 脱了 脱离他的腿 就打到他的背上 结果呢 他的这个Spinal Cord 马上啃一刀 完全断了 所以呢他们就马上 这个很危险 马上把他们把医院 把他送到Barry 那个医院去 但Barry说 做不了了 太严重 把他从Barry开车 送到那个 Sunny Brook 那个Hospital 他比较一个大的医院 所以礼拜一 他就打电话给 Karen Karen打电话给我 哇 心情 哇 真的很难受 人生的 忽然之间 这么大的风浪 一个女儿 17岁 非常好的孩子 又漂亮 又聪明 性格非常好的孩子 那个女孩子 17岁 忽然之间 面对这么大的一个打击 做父母的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话 每一个人 知道这个消息的话 我们就感觉 都掉眼泪 很痛苦 这个事情 还有其他风浪啊 这几天 那个垃圾车 很大的垃圾车 上个小孩 十三岁 六岁 五岁 过马路 那个车 往左 也不是故意的 可能就是看不到他们 撞 把这个五岁的小孩撞死了 很 人生很多风浪 风浪 那个妈妈 就是 我的女儿 五岁 很可爱的 Karen 生命就失去了 人生很多风浪 个人的风浪 今天早上 这个Elsa 打电话 跟我们的路士 我的妈妈的情况 很不好了 病危了 她妈妈已经在那个 在那个ICU里面去 前几天我去看过她 基本上都靠那个机器来敷衍 她是清醒的 跟她讲话 她打开眼睛 知道了 不能说话了 今天早上 她说 妈妈病危了 我今天不能来了 她说 到医院去 还没有休息 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 人生风浪 打到我们身边 生病的风浪 工作的风浪 家庭面对风浪 打不来 哎呀 怎么办 我们都有 是吧 很多很多苦难的事情 现在 假如还没有太多 感谢主 但是我们身边都 碰到很多人生的风浪 当风浪 打到我们人生 那个船上的时间 我们人太小 一下子把我们 自以为是的 这个人生 完全打碎 一般的 我们好好的话 什么事情 我都可以掌控啊 工作 我可以找工作 我可以读书 我可以找工作 什么困难 我都可以 可以克服 但当人生 真正的风浪 打过来 你发现 我们基本上 什么都不能做 什么都做不了 而是最可怕的是 这个风浪 突然之间来了 没有 没有准备功夫 给你 哎 现在风浪打过来了 准备好吧 没有 往往都是突然之间打过来 人生 控制不了 受不了 不但如此 当耶稣那些门徒 忽然之间有风浪的时间 他们说 他们命快要死了 他们很害怕 他们很着急地把水啊 把水啊 把他把水 把他 融走了的 不单单的 让他们肉身 受了很大的攻击 而且呢 他们对他的信心来说了 是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破坏 他们把耶稣 叫醒 因说啊 我们快要 在我们 我们算命了 你不顾吗 风浪 打到我们身上 我们撑不住了 我们对 我们这个 对人生的盼望 信息 也没有了 今天 我们在整个教会 也面对风浪 你看我今天的报告 事项里面有好几个 都是病危啊 困难的事情 都是风浪 高云翰牧师 我去看他 他说他 做手术 打开 他的胃啊 都是 太多 那个 那个scar tissue 因为他流血嘛 流了好久了 那个scar tissue 太多了 跟其他器官 都连在一起 不能动手术 把他缝合拆起来 瘦了很厉害 我跟他讲话 我一到来面 他说 啊 谢牧师 你为我祷告 祷告完了就走了 他很累了 他还在 正在洗肾 然后他还说了一句话 假如上帝 愿意的话呢 让我走吧 也很辛苦 一个星期 三天洗肾 一个星期 他输了四巴血 面对人生 很多的困难 家庭当中 风暴 个人当中 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呢 不要但是 他们的风暴 也是我们教会啊 因为我们 面对我们当中 有肢体 有困难 我们不要 有一个错误的思维 以为 哎呀 那是他们的事 我们感觉很难受啊 但是呢 是他们的事 我们还是OK的 那种 想一想 假如你家人有事 你的感觉怎么样 今天我们开始来 师父问我 你家里面 还没有人过世 你有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他姐姐 几个月以前过世嘛 这个是我最接近 我自己的家 我父母啊 兄弟姐妹 还没有人过世 但是我可以 他的姐姐过世 我有点感觉 就是一个亲人离开 那种相通 真实的 所以我们 其实整个教会来说 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风暴 因为我们亲爱的 弟兄姐妹 亲爱的那个Sherry 高牧师 Elsa的妈妈 都是我们 组内的家人 他们不是外人啊 他们是我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高牧师 认识我多 这么多年 就好像我爸爸一样 他跟我爸爸童年的 他照顾我 就是好像我的爸爸一样 我们 虽然对Sherry不太了解 看过他 还记得他的面孔 白白的皮肤 很漂亮的女孩子 啊 他好像我们的女儿一样 他们就是我们的家人 对整个教会来说 就是一个风浪 我们怎么样 靠耶稣 能够安然度过 这个风浪 坚定我们的信心 我们排好今天这个经文 能够跟我们说话 当时门徒 他们信心出了很大问题 他们很害怕 那这个很自然 有风浪打过来 那有不害怕的吗 有害怕 他们很慌张啊 这个很自然 但是他们信心软弱了 说 耶稣啊 我们算命 你不顾吗 还要睡觉啊 当我们面对人生的挑战 风浪暴风 我们第一句话说 上帝你在哪里 当我经历个人的困难 家庭工作生意 小孩经历小孩经历困难 上帝 你为什么不帮我 你为什么不马上的帮我 为什么你马上帮问题改变 让我一下子就可以恢复最好的 上帝你在哪里啊 我们对这个感觉啊 我们都问 当Sherry发生那个意外的事件 上帝你在哪里 为什么不让这个板呢 别一脸不打住他的被子 好了 我们家庭出了问题 哎呀 上帝你为什么 你在哪里 为什么不帮忙啊 门徒说 耶稣你在什么 还是睡觉 我们快死了 你不理吗 人生就是这样 好像我们觉得很孤单的 面对很多的风浪 我们一个人孤单无作的 上帝你在哪里 上帝在哪里 上帝在哪里啊 各位听见 耶稣在哪里 耶稣没有走啊 耶稣就在船上啊 是吗 他们看到这个睡早的耶稣 睡着干啥 还做点事吧 他们忘了 耶稣没有走啊 耶稣真的还在船上 只是睡着而已 有些时候 上帝有他的美意 他没有马上 把问题改正 没有马上的 把这个困难 烧取 没有马上的 这个生病的人 马上给他治好 我们不知道了 我们也不明白 为什么耶稣睡着了 没有马上醒过来 打风浪还不醒过来 睡得太熟了 讲道太多了 太辛苦了 不知道 但是耶稣有他的时间 上帝有他的时间 有些时间 他没有马上把我 把我的问题解决 他要我们学习 那个信心的功课啊 信心的功课 当时 要大冷 要大冷 他能够胜过 风浪的神 所以耶稣起来 醒了 七者风跟海 说 住了吧 静了吧 耶稣折备 要不要再吵了 不要再出声了 安静吧 结果呢 整个风浪就安静了 那各位弟兄姐妹 耶稣这个故事 要让我们看清楚 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就是耶稣有能力 做人间以为 不可能的事情 但这个我们要 鉴定这个信心 当我们看到 选与姐妹 从医生说 他能够重新走路的 那个机会是零 这个是医生的看法 我们要鉴定信心 我不知道上帝的心意如何 但是我们的信心说 假如耶稣 要他能够有 恢复的能力 他有这个能力啊 耶稣可以让 已经断的那个骨髓 可以重新连上的 只要他愿意 他一定能够做得到 为什么 耶稣是从死里 复活的一个人 神 死的细胞 都会重新活过来 对吧 从死里复活的人都可以 虽然说这个细胞啊 这个spinal cord细胞 死的不能再活的 这医学是吧 不可能啊 但是在神面前 凡事都能 这样我们要鉴定这个信心 我们有这个信心呢 我们就可以说 风浪 我不怕你的 你不能把我们打倒 为什么 因为耶稣责备你们 耶稣胜过你们 耶稣有能力 不要再吵了 自主 敬了吧 耶稣有这个能力 能够胜过所有的风浪 和风浪对我们的破坏 上帝有这个能力 当时门徒很惊讶 哇 大自然 这么大的能力 耶稣都可以超过他们 因为耶稣就是创造世界的主啊 门徒上一个很重要的课 他们以为耶稣只是一个老师 讲道讲得很好 以为耶稣只是个医生 有病 他们的治好 但是呢 这么大风浪 应该是更厉害的 耶稣可能没有这个能力嘛 门徒看到耶稣平静风浪 他们对耶稣的了解 忽然之间 有很大的夸张 原来耶稣不是单单 是我们的朋友 不是单单治疗一些小病 宇宙万物的事情 风浪的事情 耶稣都可以控制他们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在面对这个苦难当中啊 我们忽然之间我们发现 我们对耶稣的了解 太小了 是吧 我们以为 哎呀耶稣是能够帮助我 拯救我脱离死亡 我有什么坏习惯 耶稣可以帮我改 我不开心 耶稣可以让我平安一点 差不多吧 一般来教会就说 哎呀心情不好啊 来教会以后 唱诗歌感觉很好了 耶稣的能力差不多吧 这个生病的 耶稣没办法 没有能力的 这个大的事情 耶稣大概不可能吧 我们的耶稣 是比较小的耶稣 在这个世界当中 把这个位置说 耶稣在这里差不多吧 他有帮助 他能够帮助我 有平安 有快乐 保佑我 但是这么大的事情 大概做不好 门徒当时 对耶稣的了解 就是这样 今天 我们整个教会 面对这个挑战 我们要鉴定 我们要鉴定我们的信心 无论医生怎么说 无论其他人怎么说 在神面前 我们鉴定信心 当然 我们不能强迫说 耶稣 你一定能够把他 往他治好 这个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但是我们知道 神的能力 一定能够把一个 非常悲惨的事情 变为一个大大的祖福 这个是撒旦 撒旦能够做的事情 什么撒旦要攻击人 破坏人的生命 在耶稣的手上 都能够把这个生命 重新的光辉 彰显出来 这个是我们的信心 因为他是 他能够胜过暴风的 耶稣基督 他一定可以帮助 Sherry姐妹 能够度过他人生的难关 可能是把他完全治好 可能把他治好一半 可能没把他治好身体 但是一定能够让这个 不幸的事情 变为他的 自己的祖福 家庭的祖福 而且呢 更多人的祖福 这个是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责任 就陪着他一起走 这个是我们的信心 他的困难 要成为我们整个教会的 一个信心的 一个帮助 让我们一起 坚定说 耶稣当天能够说 风对浪说 止住了 进了吧 今天都可以对 执病说 静了吧 安静了吧 也可以对我们的心 说平安吧 平静吧 因为我在这里啊 只是暂时睡觉而已 所以我们等 我们求神帮助 断了骨髓 可以重新结上 死的细胞 可以重新复活 是神的能力 祂能够做到 我们恳切地祷告 我们也为 祂的妈妈祷告 为Roy祷告 求神 平静 他们 他的心的风浪 大风浪 内心的风浪 都很惨 我们都知道 我们盼望 神 大大的 帮助他们一家人 让他们一家人 能够在困难当中 度过 当然 我们都知道 有一些神在 通过神的大能 生命当中 真的可以有一些 很奇妙的光辉 可以发挥出来 当我还年轻的时间 当时我看一个电影 一个电影 叫Jonie 那个Jonie Erickson 那个女孩子 好像也是17岁 17、8岁 跳水 一跳 断 从这里 一直往下 都不能动 17岁 白人的美国女孩子 很漂亮 现在60多岁了 也很 还很漂亮 真的 她是当年是 All American Girl 就是 体育啊 读书都很好 一跳水 家里面有用词 一跳 就断 忽然之间 整个 都不能动 什么都没有 医生 就完蛋了 不是啊 后来 她经 我看过这个电影 她一本书的 看过她 在神面前 努力地挣扎 结果她重新起来 她 手都不能动 她怎么 只有一点 一点小 一点的活动 她用口 这样的 画画 轮椅上的画家 画了很多 很美丽的画 能够说话 做见证 神祝福她 赐给她一个丈夫 她说 Johnny Harrison 他的 结了婚 有个爱她的丈夫 是个日本 瑞的美国人 结婚 而且她的话 很多地方都 都 展出来 她的见证 鼓励了很多人 从人的看 那神没有治好她 她一直 还是 paralyze 我们叫 complete paralegic 这paralegic有两种 incomplete 跟complete 她是complete 就是下面 什么都不了 什么都不能动 在人看来 是百分之一百 完蛋的 任何 她的医生就围了 但是在上帝的手中 她的光辉 在不一样的生命当中 真的可以散发出来 没有想到 画家 很漂亮的图画 漂亮的画 这个画呢 是名画 虽然不能跟那个什么 Fengor 比较 名画是 它是生命的光辉 比所有人间 最厉害的画家 画出来 更漂亮 因为在这个画里面 看到神 得胜的大能 Amen 神得胜的人间 最软弱的事情 是大风浪 他的画 就是说 I'm not finished 我没有倒下来 我靠着上帝 我还是活着一个 非常有光辉的人生 得胜的呼声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 我们要跟 Roy他们一架 用我们的生命 把耶稣那句话 说出来 有人问我 日语老 问我 哎呀 牧师啊 我要去探探 但是我不懂 不懂得说 什么安慰的话 我儿子跟我说 Dad I want to say something about 神学 神学上说 把那个什么神学 你们的教育 我说你不用说太多的 大的 很大的话 就是要到那边 让他感觉 上帝真的与他 与他同在就可以了 说些想的话 简单的鼓励 不要说什么神学理论 不需要 就是把你的生命 通过你的眼神 眼睛 能够把上帝的爱 得胜的能力 表达出来 我们感谢主 广培弟兄 在统筹 很多弟兄姐妹去陪他 弟兄姐妹 跟他陪他过夜的 我当天 有一个 Sherry跟我说 有一个晚上 动手术 以前那个晚上 他很惧怕 害怕 但是呢 在陪我过夜的阿姨 那个姐妹 跟我祷告 祷告完了以后了 他心中感觉平安了 一个祷告 让他说 耶稣是得胜的 各位弟兄姐妹 很简单 我们今天 我们教会 就要代表耶稣 跟Sherry 跟他的家人 跟医护人说 只住吧 平静吧 耶稣是得胜的 照顾我们的信心 这个信心不容易啊 看到他很惨 我们都掉眼泪 但是我们知道 耶稣 他关心他 比我们关心他 更多 我们平信心 向他们家人说 耶稣已经得胜 我们陪你走 人生陪你走 不需要说 什么大道理啊 有人问我 哎呀 这本书 适合给他吗 我是等一下 让他慢慢的心 心情平复以后呢 慢慢的 这个周理这个故事 这本书啊 我还没给他 等一下 因为呢 可能他的心情当中 还有从一个阶段 转到另外一个阶段 从ICU 转到普通病房 已经是一个改变了 然后呢 在普通病房 再改到那个 Blueview 那个康复院里面 另外一个阶段 现在还在 第一个阶段当中 还在医院里面 转到康复院的话呢 他还要这个 慢慢的 康复的长路 慢慢的 他们心情结瘦了 然后再想 哎 下一步怎么做呢 怎么样 那其他的这个见证呢 输了就来了 现在呢 可能还是比较早一点 我的看法 但是我们 不需要说很多道理 不需要说什么 什么 我们就是在那天 把耶稣 受过死亡 复活了大能 耶稣的爱 真真实实的表达出来 就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 耶稣基督 复活节很快的到了 耶稣复活了大能 要我们教会 从这个困难的事情当中 经历 而且表达出来 也要我们反省一下 我们真的相信 耶稣有这个能力吗 看了耶稣说 只住在平静了 问我们自己啊 我们所相信的耶稣 是否真的这个能力 让我们要学习 这个信心的功课 门徒 当他们 当耶稣平静风浪以后 耶稣说了一句话 为什么胆怯 还有另外一句话 很有意思 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那耶稣不说 你们没信心 他们说 你们还没有信心 Have you not faith yet 就是说你们应该有信心啊 你们看到我 看到耶稣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说了这么多的道理 也看过耶稣做了神迹 为什么还没有信心呢 大家听得懂吧 这个分别很重要 门徒应该有信心 为什么你的信心还这么小啊 还不愿意要信心 增加的更加的信靠耶稣 那贵弟兄姐妹 我们信耶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可能有一些老基督徒了 可能我们的信心呢 还是很小啊 还没有信心 面对这个人生的风浪 耶稣要挑战我们 你相信我吧 你要完全的投入 相信我吧 让我们的信心长大 这个是我们信心长大的 一个好的机会 让我们学习的 投入的 相信耶稣 就为耶稣 祂真的能够帮助我们 解决 而是面对 我不喜欢帮我们解决问题 帮我们去面对风浪 有些事情祂帮我们解决 有些事情祂给力量我们 让我们去解决 祂方法很多元化的 但是有耶稣的同在 什么风浪都不能打 把我们打倒 因为祂有能力 责备风浪 今天我们要信靠耶稣 我们跟随基督 我们做基督徒 是怎么样的基督徒呢 是单单求耶稣来 给我好处的基督徒呢 还是我们真的愿意 信靠耶稣啊 面对困难 主啊 我信靠你 我愿意走 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呢 很多基督徒就是喜欢 哎呀 基督你给我好处 当面对困难的时间 耶稣你不灵的 我不相信你的 你不灵的 教会的人不好的 面对困难 我就离开吧 这种是怎么样的信仰 基督教真正的信仰 就是说 面对风浪 耶稣说 你相信我吧 我没有走啊 我只是暂时睡着 要你信心 仰望 坚持 不要放弃 当时门徒 这很害怕 他们还好 耶稣醒过来吧 就是这个空间 这个时间 困难当中 神还没工作的时间 是最黑暗的 是吧 困难当中 上帝还没有什么奇妙的作为 哎呀怎么办 怎么办 耶稣说 哇你在哪里 你怎么不过 神让你来帮助我们吧 神让我愿意倚靠你 这个时间 这个gap 就是我们要信心成长的一个空间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要相信上帝 我们要 用力 我们要努力去抓 我真的要相信你 我努力去抓着你的手吧 在困难当中 我花了太多的时间去 哎呀把水啊 把他弄掉啊 等等 所有的力都花在解决我们的问题上 没有用力去抓耶稣的手 这个空间的时间 耶稣说你需要抓他 不是抓他 需要抓到我的手啊 因为我是有能力的 各位弟兄姐妹 人生的奉务 是可以克服的 因为有耶稣基督 因为耶稣基督等着我们 要我们用信心的抓住他的手 相信他的大老大力 来吧 抓住我的手 我带你度过人生最艰难的日子 最困难的 我可以跟着你 搭着你一起 你就可以度我 哪管是个人的困难 家庭的困难 工作的困难 什么怎么样的难处 救会的困难 上帝都可以啊 都可以了 来帮助你 度过人生的困难 因为他是胜过死亡 复活的救助 在我们要准备复活节 面对受难节的时间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要悔改 因为我们过去的信息太小 我们认为耶稣啊 其实能力很小 自己能力也不太低 这个信息呢 不行 我们要放下这种自以为是的一个人生的态度 自我中心 放下来 全心的依靠仰望耶稣 依靠那一位真正胜过死亡的助 我们跟耶稣说 风浪 死亡 生病 失败 各方面的事情 我不怕你了 我不害怕 因为耶稣跟我在一起 你把我的身体打打 但是我有永生啊 这个身体肉身有一天都过去了 我不害怕的 我靠着耶稣 我可以胜过死亡 胜过疾病 胜过任何的事情 因为有耶稣与我们同在 各位刘建民 今天我要信心抓住这位 创始成中的主 整个教会 我们祷告 我们倚靠上帝 我们要得胜 你愿意 让这位得胜的耶稣 来到你心中吗 你现在心中可能有风浪 可能不是很大的风浪 比较中心还是小心 不知道 你愿意 让耶稣进入你的心 把你心中的风浪 平静下来吗 这位主 他能够平静风浪 不单单是 加利利海的风浪 你人生的风浪 耶稣都可以管理 把你赐给你 真正的平安 我看到Sherry 很坚定 每次我看她 好像我没听过她埋怨 她都是很 心情 我看她 反而她妈妈也说 她爸爸说 从孩子身上看到很大的鼓励 她反而的信心很大 有伤心 有神的人 真的有平安的 在极度困难当中 都可以有信心的 再困难的道路 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生命的光达 就是在这个一步一步当中 发挥出来 耶稣可以改变你的人生 从风浪变为平安 就是外面的风浪还在打 心中有平安 怎么有胆怯 没有惧怕 我们当中 假如还没有信主 没有真正让耶稣基督 来到你心中给你平安的朋友 你愿意今天请耶稣来到你心中吗 我跟你说得清楚 新耶稣会生病的 新耶稣面对困难的事情都发生的 我不骗你 新耶稣凡事都好 要发财 要身体健康 没有这回事 身毛病每个人都有 但是我可以担保 I guarantee 你抓着耶稣的手 无论外面发生什么事 耶稣可以赐给你真正的平安 That's guarantee Money back guarantee 天国的money 不是我的money 天国 你愿意相信耶稣 来到你心中 赐给你永远的平安 这个是今天我们 鼓励我们当中 还没接受耶稣 还没让耶稣 住在你心中的人 鼓励你 举手 愿意相信耶稣 有没有这些地方 朋友愿意相信耶稣的 鼓励勇气 好 我愿意 这位平静风浪的耶稣 今天来到我家 来到我心中 把我的人生 赐给我真正的平安 有没有愿意 有没有 你害羞 等一下你跟我说就可以了 我一起祷告 亲爱天父 我们 感谢你 主啊 因为人生虽然有很多的风浪 但是 你没有凝起我们 你永远是我们的主 永远地在我们身边 虽然我们感觉不到 但是主你是真真实实地在我们身边 你有这个能力 折备风浪 让它止住 主啊 今天也赐给我们这个勇气 信心 知道任何的风浪 也不能把你的教会 把你的 所相信你的人打倒 主啊 因为你是得了圣灵主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整个教会 陪着Roy他们一家 度过这段人生很困难的日子 让你的光进入他们的黑暗当中 让你的光光照他们 赐给他们温暖 赐给他们平安 主啊 我们求主 神机大能 在圣人身上彰显出来 人看为不可能的事情 主啊 你能够做得到 主啊 求主的恩手 抚抹他的这个spinal cord 让他的骨髓可以重新的联合起来 让他能够重新的有死的细胞 重新有生命 主啊 我们仰望你的大能大力 主啊 求你施行你的神迹 让你的生病的能够得到医治 主啊 我们肯切得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谢谢赞美神 牧师 现在牧师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记得两年前我们有一个八十几岁的姐妹 她也是 她是每天游泳